最近的一项数据分析发现 中共病毒在美国造成人口死亡的多与少 竟然有党派之别引发讨论 这些有意思的数据显示 在美国50个州当中 民主党线蓝区的死亡率远高过共和党线的红区 平均是共和党选区的三倍 路透社报道 根据对人口和公共卫生数据的分析 截至5月20日 在美国各郡县中 2016年总统大选 投票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的郡县中 每10万人中有39人死于中共病毒 而投票给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川普的郡县中 每10万人只有13人死于该病毒 在密歇根州 2016大选 川普与希拉里在此展开激烈竞争 川普显胜 该州支持希拉里的各县 每10万人中有79人死亡 而支持川普的县 每10万人中有25人死亡 蓝区的疫情死亡率是红区的三倍多 在马里兰州 支持民主党的华盛顿DC郊区的疫情死亡率 是保守的阿拉巴奇亚区域的四倍 坎萨斯州两个蓝色民主党线的疫情死亡率 比该州其他所有县高出了七倍 美国疫情爆发 从蓝色的华盛顿州突起 感染病例在深蓝的加州和纽约州快速上升 纽约市成为全美的疫情中心 而纽约州支持共和党的农村和郊区 甚至没有受到疫情直接影响 通常来说 美国共和党选民比民主党选民 更遵循西方传统价值观 新唐人记者李澜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